到最後就是 教練團隊都會去做承擔的 打了一個反方向的飛球 但這個是距離不夠啊 遭到的接殺 而且沒有推進 這一棒打出去 被接到 他現在做一個傳傳 再做一個補傳 來不及 Safe 那現在是一個出局數 變成一三壘友人 許晶龍接到的時候也 處理的其實也沒有耽誤什麼時間了 這個球沒有出棒 被拉掉 三陣出局 結束了這一個半局啊 留下兩個壘包的殘壘 雙方還是3比3 我現在球術是投手領先 我現在球術是投手領先 掉到 變化球 打者是揮棒落空 三陣出局 下一棒呢要面對的是今天有開轟的凌晨 這個大局打到了一個反方向是已經被鎖定住了 早知道的是一邊退向後退的方式把他給接住兩出局 這球打到了中間方向的一個飛球往後追看起來是已經被掌握住了 機會殺出局啊所以留下兩個壘包的殘壘這場比賽呢九局打完了雙方是平手 所以要進入到延長賽 比較關鍵的後半段的比賽 防守上真的是更突顯他的重要性 嘴棒打出去外野的飛球 已經被掌握住了跑動中接殺 一出局 這一棒結果呢是一雷手來接自己才雷包 一出局不過梁家榮上到 那一氣等 muru 牌抵棒落空 比賽結束 林妍稟呢 aten må 最後呢是用再見三陣的方式啊 結束了這場比賽 今天呢她在 9局跟10局投了兩局啊 可以拿到的這個勝利 最終的一個比賽結果是5比3 中信兄弟打敗了樂天桃園 在樂天這邊在本周現在是遇到一個 近期三連不勝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先請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賽會講評 大大的掌聲鼓勵 謝謝台灣今天好讓熱情賣力的比賽 好 各位小隊友 今天很可惜隨便拉鋸了9局 在第10局的時候稍微有一點小亂流 然後我們就失了兩分 造成今天比賽我們這時候沒有能贏下聲音 不過沒關係 棒球都是三出局才結束這個棒球 我們之後經過一個晚上重新調整 明後兩天依然在我們全員出場 包括明月兩號9月16 9月17日是我們的電競趴 歡迎所有喜歡樂天桃園的朋友 或者喜歡電競的朋友 都可以一同繼續來桃園支持我們 樂天的全員主場 那我相信今天在選手們經過挑戰後 明跳兩天都會打出非常漂亮的比賽 那今天非常謝謝所有小隊友 也謝謝女孩團長還有總監副總監 來熱情的應援工作 在這邊跟所有小隊友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明兒 記得訂閱我們中信兄弟官方Twitch頻道 還有鎖定我們的Podcast兄弟你來說